Hello各位我是冒青 欢迎来到我们4E的自我修养 在2021年广州车展持续高冷输出的新车报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是这一台 保时捷卡燕Turbo GT 可以说它是这个星球上最暴力的一款SUV 我们知道其实保时捷是第一个尝试做SUV的 传统意义上的跑车品牌或者是超豪卫品牌 但正是因为卡燕的成功 现在大家都来细分和瓜分这个市场 但是呢 卡燕有了成功有了经济基础之后 它就会整些活了 比如出现了卡燕Coupé 其实卡燕Coupé在第一代卡燕的时候就是有构想的 但是为了市场卡燕并没有将它进行量产 而来到现在卡燕其实可以把当年的梦想进行 进一步的延展 就有了这一台最纠集的卡燕Turbo GT 卡燕Turbo GT的整体功率呢 其实是要略低于卡燕现在的最顶尖的型号 卡燕Turbo E-Hybrid 但是这是一台纯粹的燃油球 可以说它也是一台最具有驾驶乐趣的卡燕 7分38秒925 这是这台卡燕Turbo GT 在20.8公里长的北环赛道做出了成绩 这一成绩的概念呢 其实大概和十年前的超级跑车458 在北环赛道的成绩几乎是一致的 我们排除赛道更好的地面状态的这个因素啊 但是一台SUV能够做到和差不多几年前的超级跑车一个水平 就能足以知道它的功率 而且呢 它现在依然是北环最速的SUV速度的保持者 我们说了这是一台纯燃油的卡燕 所以它搭载的是一台4.0T的V8发动机 并没有任何电机的加持的情况下 最大输出也达到了648厘百公里加速的成绩是3.3秒 其实在这台保持者卡燕Turbo GT的名字中呢 并没有强调它Coupé的这么一个车身形态 因为它只提供了这一种单一的车身形式 明显Coupé的造型更适合这么一台狂暴的跑车化的SUV 卡燕Turbo GT的整个车头设计呢 其实和普通的卡燕Turbo Coupé版没有很明显的细节方面的变化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进气口的开口更大了 而且取消了主动式隔山的设计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直通的可以吸入大量空气的这么一个设计 而且下方呢 还有一个标配的前唇 但是呢 卡燕Turbo GT最明显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于侧面 它的姿态明显是要更加站斗的 比起普通的卡燕Turbo Coupé来讲 它的整体车身降低了17毫米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专属的明显 从造型上就很轻量化的一个轮毂的设计 标配了PCCB的碳纤维陶磁的刹车系统 而且采用了一个实活塞的卡钱 真的是长得非常的夸张 而且来到车顶的话 这台车没有给到像天窗这样的设计 而是直接给了一块碳纤维的车顶 做到了一个极致的轻量化 其实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来到现在汽车厂家有的会给车做一些可变色的牵目 而还有的车为了降低车重 依然在做这样非常极致的设计 所以说我觉得汽车的未来的确可以分成几块 第一是交通工具 第二是交互工具 而第三是这样极致的赛道玩具 当然你在侧面还可以看到一点不同的设计 就是这台车有一个独立的碳纤维尾翼 这也是有别于普通的卡燕骨配的 来到卡燕 Turbo GT的车尾 其实变化不大 特别是上半部分 除了这个 Turbo GT的字样以外 主要的精髓都在这个下半部分了 可以看到它有着一个碳纤维的扩散器 然后两个中置的特别粗壮的椭圆形的排气 这种中置的椭圆形的排气 也是GT系列的一大特点 而且这个排气 其实和其他的卡燕都绝对是不一样的 它整个的中段和后段的采用了一个钛合金的台字 而且供应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蝎 虽然说我们今天是一个静态的体验 但是通过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宣传片来讲 其实这台车应该是卡燕 有史以来能够发出的最暴躁的一种声浪 来到车内 你同样能感觉到这台特别经济 你跟以往的卡燕都不一样 我所做的这个座椅是一个完全的被Actara包裹起来的 而且整个车里的氛围是一个非常战斗的氛围 你手了摸的地方都是Actara 然后有这样的碳纤维的装饰 还有这个12点回正的方向 是有这么一个黄色的小环的 这些都是来自GT系列车型的特别 虽然刚才说到这台Turbo GT是一台非常极致 非常战斗 非常赛道的车型 但是它并没有牺牲它的豪华性 它的舒适性 可以看到在车内 它依然给它是空调的系统 其实也是宝石鞋现在能给到一个最先进的交互系统 T3M6.0的 这台车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会向中国消费者进行一个交互 到时候你其实在这台车的车机上 用到了是宝石鞋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最先进的车机 而且可以看到 影响也是采用了一个活力之心的影响 所有在普通的宝石鞋卡页上 能够享受到的豪华配置和舒适配置 在这台车上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来到Turbo GT的后排 如果我们从993 GT2开始算 正统的宝石鞋GT系列的车型的话 这可能是第一排 可以带着后排两位乘客 来体验赛道乐趣的宝石鞋纯正的GT车型 为什么是两位乘客呢 因为它的后排其实是提供了两张非常具有包裹性 非常具有安全感的座椅的 而中间同样做了这么一个轻量化的设计 没有提供乘客的座椅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储物空间 没有被设计成座椅 当然提供给乘客的手托 其实是还有的 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的结论一样 宝石鞋GT仟仅是能让驾驶桌上 还可以带着后排的两位乘客 一起体验赛道的乐趣 好了 关于这台车简单的静态的体验 就和大家聊到这 但是我觉得要聊这台车 静态绝对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内容 有机会我们还是会把宝石鞋GT带到赛道 给大家感受一下 它为什么极致 为什么能成为刘北最速的SUV 我是放心 感谢您关注 我们在广州车展 持续高能输出的新车报道 我们下部车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